你今天打扮了就像一只美丽的天鹅一样 他们还说一个就是 全聚德欢迎你 那不行 怎么也是天鹅 不能跟全聚德挂在一块 像是从蓝沧江游来的一只美丽的天鹅 你去过西双版纳吗 确实没有 其实我一直很想去 刚才在我们节目当中 一开始就有来自基诺族的朋友 为我们表演基诺大鼓 基诺族是我国56个民族当中 最后一个确定的民族 这很有意义 是吧 所以接下来还是让我们通过短片 来更多的了解一下 现在我所在的是基诺山寨 基诺族是我们国家 最后一个被确认的少数民族 所以他们是直接从原始社会 进入到了现代社会 因此基诺人都特别的淳朴 现在我们看到了 两旁的基诺族的姑娘和小伙子们 敲打起了奇科 再欢迎远方的客人到来 而他们的这个寨门也很特别 像一面巨大的基诺大鼓 为什么大鼓对于基诺人来说 如此重要呢 是因为他们的两位祖先 马黑和马妞 当初是被他们的创世组 阿摩腰北藏在了大鼓当中 才得以逃避劫难 结为夫妻繁衍后代 所以基诺这基有舅舅的含义 诺字呢是后代的含义 所以基诺人也被称为是舅舅的后代 不过这一次我来到了基诺山寨 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那就是在路上 或者在这里你看到了吗 有很多的牛头骨 牛头骨啊 在基诺人看来是财富和富有的象征 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含义 那现场的朋友 你知道是什么吗 好了 我们看到在这个基诺乡的寨子里啊 挂着很多这个牛头骨 挂在寨子的各个角落里 为什么代表着什么 谢谢帮我 辟邪的 说是辟邪的 还有吗 祈福 那位大姐举手的来 您说说 吉祥 其实咱们基诺族的这个基诺人啊 每个男子到了成年的时候 要举办成年仪式 对 成年仪式呢 就要举行这个标牛仪式 标牛就是宰牛 以此来纪念这个人成年 把牛宰了之后呢 牛头啊 这牛头骨就可以挂在那个寨子的各个角落里 这样的话呢 当我们路过这个寨子一看 哦 挂了多少成年人 对 挂了多少牛头 就知道有多少男丁 牛头挂得越多 这寨子里的男丁就越兴奋 很有意思啊 但是我觉得多少有点不公平 那姑娘成年了 怎么就不挂呢 对啊 我建议以后 我们不不载牛 我们我们把这个鹅毛 姑娘成年以后 可以把天鹅的毛 是吧 挂在那 很美啊 所以这个知道了这个 咱们基诺乡寨里的一点点的这个 稀疏 对 有点好意思 我爱的梦里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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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欣天亮的海洋 你我相望的故乡 啊 梦里花开的梦 我爱的梦里花开 就算我爱的梦里花开 我爱的梦里花开 跟我爱的梦里花开 最喜欢心灵的梦里花开 多谢观看 付箱 EL松 把天看 哎呀呀呀你我一起歌唱 磨灭花爱开放 红红的磨灭花开 我心等待 灿烂的磨灭花开 善热如海 热乱的磨灭花开 人情的爱 磨灭花开 风光飞来 磨灭花开 风光飞来 风光飞来